中古史的部分 一般我们把中古史界界线 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 一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 1453年 这段史以称为中古 这个阶段 那我们主要介绍是欧洲 这个伊斯兰 印度 这几个重要的文明 第一个先介绍 这个中古基督教 中古欧洲的这个文化基础 它主要来自三个源头 第一个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 第二个当然是基督教 那希腊罗马 它主导的整个 这个欧洲里面的古典文学教育 那这个影响相当大 包括它的早期的公共建筑 也都是有希腊跟罗马的风格 那基督教更不用讲 这个主导的欧洲人的社会生活 教育学术 那各位知道 基督教的所谓七圣礼 欧洲人从出生到死 都脱离不了基督教的 这个仪式啊 或是典礼 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 在欧洲 中古时代 人人都是基督教徒 那如果万一 你违幻禁忌 被开除教籍 那你就是丧失生命 财产跟尊严 像过街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喊杀 杀你 处罚你啊 都不会有罪过 因为你不是基督教徒 所以这个教皇啊 经常用这个开除教籍的 这个严惩 来惩罚这些 这个不法的人 那欧洲人啊 这个遵守基督教 非常严格 譬如说 基督教规定是 一夫一妻制 上至国王 贵族 下至一般老百姓啊 都是一夫一妻 只有合法 其实只有一个 你即使贵为国王 不能像中国的古代皇祭啊 后宫 兵妾一大堆 没有这回事 你就是只有一个老婆 这个是基督教 原成啊 这个犹太教以来的宗教戒规 那第三个就是日耳曼人 日耳曼族的活动 那我们知道 中古时代的封建庄严制度 主要是跟日耳曼的传统 有密切关系 当然这个传统还结合了 古代罗马帝国 末期的庄严制度而来 不过基本上是日耳曼人 他们所建筑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社会 经济的体系 那在基督教社会 来看啊 就是社会阶级生年 第一阶级啊 称为教室阶级 第二阶级啊 是这个贵族阶级 第三个是宿民 宿民 那或是平民阶级 这个农工商 主要是以农人为主 还有在庄严里面的 为数可观的一些农奴 基本上来讲 中古时代有少数的奴隶 少数的奴隶 那他的主要农作 农业的劳动力 主要来自庶民跟农奴 奴隶也有参加 不过他比例不高 那这个欧洲 这个早期 因为这个海盗的入侵跟伊斯兰教徒 这个攻占了整个地中海 所以这个欧洲退回了这个所谓的庄严经济 就是我们讲的封建庄严经济 那工商业就跟城市没落 那在这个欧洲 这个现在的这个西欧这一代国家 因为遭到这个维尔经人 就是我们讲北海的这些海盗 长期的侵袭 加上这个工商业 这个贸易的衰退 所以这个变成庄严经济 那这些沿海的老百姓 为了取得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 会跟当地的贵族或是这些骑士 共同来怎么样 这个兴建一个城堡 那盛行在十一十三十四世纪 这些都是国王贵族的住宅跟他的官邸 那这些城堡 这个都外面有护城河 然后这些贵族或国王 居住在这个城堡里面 按照当初的圣经的封建体制 有这些一般的平民 在供养他们 然后提供他们的资助 还有很多的贡金 还有很多的牢役 要修城堡 修开花护城河 还要缴纳护税 那这些城堡 基本上是从罗马帝国时候的这些建筑物 在怎么样 在改建 改建 那其实这个住在城堡的国王跟贵族 如果你看过欧洲 这个 这些历史的片子 或是现在 欧洲像英国 法国都留下很多中古时候的城堡 包括莱茵河流域 那个城堡 非常阴冷潮湿 其实住起来并不一定很舒服 可是他基本上具有这个军事防疫的功能 那如果万一遇到这个维尔金人 这些海盗 或是外面的 请他到回来入群的时候 或外主入群 这些城堡就变成了当地居民的避难所 避难所 那这个有军队来保护他们 还有城堡来维护他们 这是中古时代 会长特有的建筑 那这个城堡 大抵上到了14世纪以后 就慢慢怎么样 毁坏掉 主要原因是来自什么 火药跟大炮的这个传入到欧洲 这个蒙古西征以后 那欧洲人学会这个 这个大炮 还有火药制造 这个把城墙炸毁掉 那这个 这些封建的贵族 本来可以保护 弃生的地方 就没有办法了 是这样 所以这个城堡 在中古末期 14世纪以后 很多都被摧毁掉了 那当然也进入到 所谓的民主君主国家 国家慢慢统一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基督教信仰 是整个中古欧洲的一个 这个主导的思想 社会文化学术的一个 这个重心 那这个基督教影响非常大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教会修道院的建筑 还有包括学校的建筑 也都是有这种 基督教的这个影响 那这个里面的 这个教授的大部分很多 都是由教室来怎么样 兼任 那教规呢 也是他们来制定 那他们来发展出来 所谓的士林哲学 就是基督教神学 那这个是他们的主要课程 也把希腊罗马时代的 教学课程合并叫七亿 七亿的课程 他的教育是七亿 七亿里面 这些课程有音乐美术 这些数学 集合 这个神学 这个都包含在内 这个是欧洲当初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接下来 比较重要是这个 拜占庭的帝国 国家考试考最多是 圣索非亚这个大教堂 你要记 这个老师好像忘了给他标 哪一年考过的 这个你要记 这个是拜占庭帝国 这个他的一个 这个最典型的代表建筑 这个你一定要记 那这个第一个 拜占庭帝国 他从这个 就是现在的 以前叫君士坦丁堡 现在就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这个城市 这个固若金汤 非常十分的坚固 这个在当初的火炮 跟火药要炸毁它很不容易 是中古时代 这个可以讲 中古时代 这个最巨大的城市 比我们中国的唐朝 还坚固 唐朝的长安 还被 还被这个 回荷跟土耳 给贡献过 好几度都被 贡献迫害过 但是伊斯坦堡呢 君士坦丁堡是到1453年 还被二头半土耳其攻破 所以他非常的坚固 现在呢 还留下来 这个他的旧城墙 那老师看那个记录片 这个碳围棺子 那个城墙高20公尺 那非常的坚固 基座 基座宽大概8公尺 8公尺 然后上面 已经大概有6公尺宽 那个战车啊 都可以啊 在上面啊 走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非常的坚固 方围 加起来20几公里 周长20几公里 我们中国的唐朝的城市 大概就方圆啊 只有9公里而已啊 它那个高达20几公尺 20几公里 然后呢 它可以容纳大概30万人 到40万人之作 我们中国的唐朝 号称百万啊 其实没有啦 这个即使在唐玄宗 最盛世的时候 估计也只有30万之众 那金士坦丁堡 人口最多的时候啊 估计是有50万之众 这个是中古时代 这个最大的城市 那 中若马帝国 或是我们讲拜占庭帝国啊 它 延续了1000年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到现在 以传统时代来讲啊 这个帝国是最久 你看它从395年到1453年 它一共有一千多年 一千多年 我们中国 历史上最长的 号称是周朝 周朝其实 西周跟东周 是不一样的朝代啦 对不对 加起来号称800年 也比不上啊 这个东欧马帝国啦 拜占庭帝国啊 那当然它能够延时已那么久 我们教材有提 你大概给它参考一下 除了 啊 帝国的首都啊 这个 军事团 军事团 军事团宝固洛金汤以外 它的经济非常繁复 可以支撑它 这个 强大的海陆军啊 那经济力量强 可以啊 维持帝国 所需要的 这个 啊 金汇啊 财政的支付啦 那 加上啊 这个 军事团宝 军事团宝 东欧马帝国 它是一个三权统一 国军有巨大的权威 那这个 东欧马帝国啊 每次遇到这个 摔怒魔的时候 又出了一个 英明贤阻 力挽困 让这个帝国已不遂 又能够维持下去 这个帝国这样 这个 起起伏伏 啊 这个强弱啊 这样一个交替过程中啊 让他苟延残船 能够活了一千多年啊 那他的宗教艺术是最大的特殊啊 他 中罗马帝国啊 他基本上 认为他是元系什么 元系罗马帝国而来 那他在所在的地方 是巴尔干半岛 就现在希腊半岛 所以他又有希腊的 古典文化的继承者 然后他是有信仰这个基督教 中正教是属于希腊教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 他就是发展出来宗教的艺术 那宗教艺术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那这个是 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啊 是查士丁里大帝的时候 所建的 发了十几年建的 他有希腊罗马特典 他还有波斯帝国 东方的社宅 三个文化 这个隆柱而成 一个新的教堂建筑 教堂建筑 那你要回去好好看一看 那他盖的主要目的啊 就是要一个 这个全城的基督教信仰 他要把他盖出一个 当说好证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所以这个 当的国君啊 就好大喜功 那他里面的装饰啊 建筑啊 都是当说最最伟大的 互利堂皇啊 很可惜 这个 东罗马帝国啊 拜托尼灭亡以后啊 这个二徒和土耳其啊 就把这些神像都涂掉 换成了伊斯兰色彩的 这些集合图形跟花草啊 但是他这个主体啊 这边没有把它破坏掉啦 只是把它换成伊斯兰的色彩啊 然后这个 东罗马帝国还有一个 很动要的一个 很特殊的就香坎画 也有人说 它是彩色玻璃的拼装画 也可以啦 拼图画都可以 那这个香坎画的 用彩色玻璃来拼什么 这个耶稣基督啦 或是圣母啦 还有这个圣经的故事啦 还有这个使徒传教的故事 那为什么要弄这些呢 他的目的啊 是激起了一个宗教信仰热忱啊 因为 当时候有很多人啊 是文盲 不适智 那你用这个 以图案啊 以图来说故事啊 来传播基督教 彰显啊 基督教的一个教育跟精神啊 是博有说服力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 用视觉艺术啊 用现在同时来讲视觉艺术啊 来缠达教育 教育跟教理的一种宣传方式啊 宣传方式啊 那还有一种是神像画啊 那这个神像画刚开始是充满了正义啦 是说按照传统基督教说法啊 是不能偶像崇拜的啊 但是呢有人认为说啊 这个激起宗教信仰的热忱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那后来进入争辩以后啊 那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还有这些均丁堡的大主教啊 都觉得可以啊 因为他的目的是 宣扬基督教啊 所以啊 这个就让他可以充行无止 所以如果将来有机会 你到希腊去啊 你如果看到这个神像画一大堆啊 只要有这个教堂的地方 几乎都有很多这个神像画 还有胡雕啊 很多啊 这个包括后来的 因为东罗马帝国 统一这个神像画以后啊 这个在基督教世界也慢慢的啊 尤其在乡下地方 还是有这些神像画啊 好 那东罗马帝国啊 他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上的 影响非常大啊 最重要是怎么样啊 他那个东欧文化啊 这个的传播跟建立啊 很大的贡献啊 所以现在俄罗斯啊 还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啊 波兰啊 这些地方啊 包括匈牙利捷克啊 都可以看到东正教 这些建筑啊 留下来的遗迹啦 那东东欧文化 尤其是俄罗斯 俄国的文字 其实是用希腊字啊 这个在演变过来的啊 演变过来的啊 所以整个东欧文化啊 基本上来讲啊 就是这个拜占庭文化的延续啊 很多学者这样解释啊 那第二个呢 拜占庭呢 也把这个古代的希腊罗马的 这个学术啦 文化啦 这个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第三个最大贡献啊 就是因为他在近东地区 啊 这个应付伊斯兰教的攻击 包括啊 啊 这个 这个塞尔处土耳其 以及后来的啊 啊 厄图曼土耳其的进攻啊 啊 所以他平为了中西欧的安全啊 啊 这个对他来讲啊 是 中罗马帝国啊 这个 重要的贡献之一啦 重要的贡献啊 好 好 那这个 接下来啊 我们要介绍这个伊斯兰 伊斯兰以前考过的一个是清真寺的建筑 那伊斯兰啊 这个帝国的兴起啊 以及他发展 还有他宗教的派系 这个是属于历史的部分啊 你就看一下就好啊 他主要啊 兴起是在西元八世纪到十三世纪 这段时期啊 是帝国最强盛的时期 虽然后来 因为教育 啊 教育啊 跟继承 政治继承上的纠纷啊 就分裂为三大帝国啊 啊 那在 他以巴格达为首的叫做黑衣大使啊 啊 本来是 本来是奥 奥米亚王朝 后来是阿巴斯王朝啊 啊 那这个跑到 跑到这个西班牙半岛的是 啊 白衣大使 以哥多 哥多法为首都 还有呢 到 埃及 北非这一代的是 啊 这个 綠衣大使 这个 称为 啊 好 那帝国分裂为三啊 不过他因为有阿拉伯文 还有这个 共同的伊斯兰信仰 所以他是融合为一体 融合为一体 啊 那伊斯兰 他的文学 文学当然最有名 文学最有名的就是 一千零一页 一千零一页 他的诗歌也很有名 小说啦 这些 那文学呢 这个主要是他这个 吟唱啦 一边唱歌 然后一边游走 那这个 吟唱啦 史诗啦 诗歌小说 这个都后来影响到欧洲的 歧视文学 方言文学 还有我们讲的游记 这些都后来影响到欧洲 因为 欧洲人 石俊东正以后来到东方 看到伊斯兰文明啊 非常 这个怎么样 不一样的文化 还有不一样的一个 艺术风格也学回去了 他的艺术最重要的建筑啊 就是这个清真寺 清真寺 那清真寺呢 他有几个特征 清真寺的建筑啊 他有尖塔 一定有尖塔 列柱 他有这个列柱 这个列柱啊 是原来波斯帝国 还有希腊风格 灵想下来 这个尖塔 可能一般学者的判断 是他们 这个伊斯兰 为了宣教方面 他们有个宣教塔 宣教塔 那这个给它盖成尖尖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圆顶 或是圆拱 这建筑啊 是来自罗马的风格 所以有人说 这个清真寺的建筑啊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建筑产物 尖塔可能是他自己 发明创造出来的 可是这个列柱啊 是来自希腊 波斯 这个圆顶 或是圆拱的建筑 这个是来自罗马 那这个他建筑 这个清真寺啊 也一定有特有的 一个很大的广场 就是我们中国形成的 叫做中庭 中国叫做中庭 那这个中庭也是仿造波斯 波斯的波斯比里 波斯波里斯 那个宫殿的建筑 也都有一个宽敞的广场 所以这个阿拉伯 或是蒋伊斯兰的 这个清真寺建筑 它是融合 融合希腊 罗马 跟波斯 加上自己的这个 足迹匠金的创造 有这个清真寺出来 那在传统的伊斯兰的清真寺 它就有附属的学校 附属的学校 那这个学校呢 大概也就是在 比较有规模的清真寺都有附属 这个不要小看 这个阿拉伯人 或是讲伊斯兰教 很注重教育 他们这个清真寺的 这个教育 这个是我们讲初期教育 都是免费 所以在中古时代 阿拉伯人的文化交易 比中古时代的欧洲人 文明化来讲是比较高 文明化比较高 所以这个欧洲人 十字军东正来到阿拉伯人世界 发现阿拉伯人都可以自己写自己的名字 还会唱歌 还会可以阅读 大吃一叮 这个 我们很多这个欧洲的十字军 这阿兵哥很多人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很多人都是文盲 大概有一半是文盲 可是他发觉到阿拉伯人 包括抓起来当葫芦的阿拉伯士丁 每个人都可以写字 还可以唱歌跳舞 这个让他们觉得 我们欧洲人太落后了 那这个比较值得记住的是 请同学要记 这个阿拉伯人 不管是在清真寺 或者是他的瓷器 或是他的地毯的纺织品 他用的都是这些什么 几何图案跟植物的花草图案 或者阿拉伯文 来做装饰物 原因为什么 他禁止偶像崇拜 他不能画人 所以你看他最高的神明阿拉 他是五行的 你不能把他画出来 禁止偶像崇拜 也不能有动物图像 所以这个都没有 所以他是用什么 用几何图形 线条圆圈 菱形 方形 这样来组成 组成 那接下来就是花草的图案 植物的花草图案 那这个来构成他的装饰图案 所以他不管是在清真寺的墙壁 或者是瓷器的花纹 以及这个毛毯的 这个成品都是这些 如果将来有机会你看到那个 这个在介绍跟阿拉伯有关的 无数码流化学道 他没有这些人像 也没有那些动物的形象出来 这个基本上是因为他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不能有人物崇拜 还有这个动物崇拜的这个内容 这是违反禁忌 那他的瓷器相当不错 这个瓷器制造的技术 据说 当然在这个学者的看法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中国从唐朝以后 大量的瓷器当作国际贸易商品 那阿拉伯人很好奇 想要了解到底他怎么做的 后来阿拉伯人历经好一段时间以后 学会了 那他们制造的瓷器 当然没有像中国那么精致唯美 不过他有他的这个艺术价值 那也经常卖到欧洲去 或是印度半岛或是到北非去 当然他不能跟中国的瓷器相比 不过也因为阿拉伯 这个或是讲伊斯兰帝国 他瓷器的这个制造以及销售 瓜分了中国一部分的市场 不过后来中国瓷器 跟四支品为什么在国际贸易贸易品的数量 逐渐的减少 主要原因是阿拉伯人 在这个瓷器制造成功 他瓜分了部分的市场 后来意大利的瓷尼斯商人 他也研发了研发成功 他又瓜分了中国的市场 所以大概从中国的末期 西元大概14世纪以后 中国在欧洲 或是东南亚的瓷器的销售 逐渐在减少 主要跟这个伊斯兰 或是我们讲这个 意大利的瓷尼斯商人 仿造中国的瓷器成功 而且他们做出他们自己的特色 所以削弱了 取夺了中国的 这个国际商的瓷器市场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印度 印度这个极多王朝 是继承孔雀王朝而来 那这个应该讲是印度的本土 比较能够统一的一个政权 那极多王朝 在四十九页 在四十九页的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 那个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极多王朝 他虽然是以这个印度教为主 可是他并没有排斥佛教 所以这个佛教跟印度教 基本上是混在一起 而且以当时的印度半岛的人 他认为佛教是印度教的分支 这个也很难去问他到底是印度教 到底是佛教 那基本上主流教派是印度教 可是他并没有排斥佛教 那因为他们都是什么 多神教信仰 而且教义跟仪式的内容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佛教是讲众生平等 可是印度教是有种性阶级的 这是他最大差别 这两个最大差别是这样 那这个佛教讲因果报应 这个印度教也讲因果报应 那佛教是讲众生平等 那如果你好好的维基功德 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改善你的社会地位 那这个印度教是认为 因果报应 人生是命中注定 你不太可能去改善你的命运 你终极生就是这样 是有悲观的宿命论 佛教还好一点 他告诉你 人有怎么样 这个做功德 累积善业 是可以获得及时的回报的 必不一定要到来世 就未来 今生今世都可以想到这份服务员 那这个是有点差异的 可是当时候的印度半岛的人 都不会把它分得很清楚 佛教印度教 基本上他们很容易 就把它分为一谈 就像我们台湾的民间信仰 佛道教道教 这个搞不清楚 三教合一一样 所以台湾很多老百姓认为他是佛教徒 以后人说他是道教徒 其实 你是民间信仰的信徒 根本不是 先程的正统的佛教徒或道教徒 因为当时候的人 并没有太多的 太多的这个 这个知识啊理念 去区分这两种宗教 那佛教艺术 最有名是阿詹陀 这个念詹 阿詹陀的 这个石窟艺术 这个现在被列为 世界文化的遗词 然后印度教最有名 我们教材有提 教材在 在五十页 五十页到五十一页 印度教的 这个有 埃罗拉 墨 那个念墨 莫陀罗 还有萨尔 纳特 这些佛雕石窟 都有印度教 那印度教 我们教材有跟各位提到 印度教主要 这个 这个 重奉三个神明 第一个神明 就是宇宙创造主 这个幻天 宇宙创造主幻天 那这个 那这个 还有第二个 这个 守护神 毕斯鲁 那这个破坏神 是 过师 这个三个神明 三个神明 这个 这个幻天是创造神 这个我们教材都有 你回去看一下 毕斯鲁 是守护神 斯波 是破坏神 破坏神 幻天 好 老师把它写在黑板上 幻天是创造神 创造神 然后这个毕斯鲁 是守护神 然后这个 这个波斯 对不起 斯波是破坏神 斯波是破坏神 这个大部分来讲 幻天是主神 神庙为主 可是不只是这三个神 其他还有众多奇奇怪怪的 不同的 这个自然 自然风水神都有 所以如果将来有机会 你到印度教进 你看那个印度教的神庙 哇 这个神明一大堆 那个有些时候当地的导览人员 他都记不起这么多神明 这个神明众多 比中国的神明还多 基于有一个学者说 这个到现在为止 这个印度教神明的数字 比中国的神明的数字还多 这个说法到底都被不知道 也没有人仔细细统计过 不过这个是希望学者的说法 因为印度的神明 跟我们中国的神明 有点特色 就是人格化神 就是人啊 升天以后变成神的很多 所以他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出现很多新的神明出来 印度教也是如此 印度是 如果你有立功立德立言 对当世有贡献的当地人民 就把你在往生以后 把你供成神明 你就变成升天的变成神 所以这个印度人跟中国人一样 很喜欢这个人的崇拜 人的崇拜很有意思 那这个 这个教材上有题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个我们国家考试有考的 这个吴歌文化 写吴歌窟或吴歌通都可以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学者 没有把它统一 没有把它统一 那你同学一定要记 这个在52月的时期 这个吴歌窟文化 其实它是印度教 极多文化的延伸 那这个主要的时间 主要的时间 你给他看一下 在9世纪到15世纪 那这个是印度教传到中南半岛 其实印度教传到中南半岛 除了这个吴克库以外 还有另外是在越南的中北部 越南的中南部 越南中南部 越南中南部那时候有个国家叫 叫做沾沉 或是沾波 越南中南部 这个有个叫沾波 或是称为沾沉 我们中国 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早熟道 沾沉道 就从越南传播过来的 越南的教科书经常提到 没有我们沾沉道 传到中国去 中国要饿死一堆人 越南的教科书这样讲 我去越南旅游的时候 越南的当地导游 这个特别提到 我们越南有很多的这个东西文物 传到中国去 救了很多的中国人 他最喜欢提的就是沾沉的早熟道 从宋代以后 传到中国去 让中国这个稻米产量大增 可以养了一亿多的人口 所以那个 越南的教科书大书特书 伟大的越南人救了中国人 连那个导游也跟我这样讲 是啊 是没有错 但是没有这么夸大其词 然后他还介绍讲到 很多的水果 也是从越南传过去的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中国 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那一代 有很多的建筑 有很多的神明 都是越南传过去的 那讲了一大堆 那个他们导游所册 这个还有特别介绍 越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实在是 这个是大外宣 越南人很喜欢吹这个 跟那个南韩一样 这个每次都在讲这个 你们中国的老子 映阳五行是来自中国 然后讲孔子 孔子他的原相是在朝鲜半岛 是这样 这个喜欢讲他们的民主国家文化的伟大 这个很有意义 活跃在东南亚 还有中南半岛 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确实是存在 那这个五个文化 这个五个各位知道 就是在现在的高棉 对不对 这个在西元九世纪到十五世纪的时候 这个地方建立了这个高棉的相关性的这个王朝 实力非常强大 几乎要统一整个大半的越南 这个中南半岛 那这个后来化国征服了越南 进入高棉 还有辽国 辽国以前称文叫罗窝 那这个五个王朝灭亡以后 就是在这个丛林里面 人机罕刺 后来化国的这个学者 发掘到这个五个窟 重新再给他整理 现在是变成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将来有机会你到高棉去 你没有去过五个窟 表示你没有去过高棉 这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文化遗产 那他信奉的主要是 他的那个印度教的三个神明 焕天 还有那个 毕斯奴 守护神 这两个神明是最多 那这个有 游览简介是说 守护士神 可能会超越 半天 那 实际的树木 这个有学者专家有去研究 有去研究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情况 那同学大概记一下 那他这个极多文化一个特点 那他这个极多文化一个特点 也要做一下 我们就要做到一个特点 这就是这些极多文化的提高 那我再进行 那么一点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极多文化 一种极多文化 那么再进行 你需要再进行 一种极多文化 这种极多文化 就是叫做 那些极多文化 一样 一种极多文化 我们需要 一种极多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除了是个神像 非常生痛琥珀 你看这个印度教刻出来的神像 都是非常的风雨 然后这个动作非常的 肢体动作非常生动活泼 他的胡雕是 刻在墙壁上的神庙这些胡雕 是他另外一种典型 这胡雕里面的很多神像 体在非常风雨生动 而且他很多的动植物 装饰一大堆布满了整个 这个墙面 所以让你感觉到墓壁侠己 这个十分非常 非常什么 这个缭乱的情况 他不像西方世界 画的这个主体色彩很凸显 他画的非常 让人家感觉到视觉来讲 就是非常凌乱 非常凌乱 这是极多印度极多艺术的一个特征 他在这边也没有